穿著保護醫體賽馬 難道可以增加贏錢機會? 這個男人更加手持一張疑似幫人落著的紙 這裏是上水逃房辦公室 由食環處管理 而這班賭徒是逃房中 負責檢驗朱赤的漁護署農林助理員 有逃房員工向東網透露 這部電視機原本是給他們準備工作時看新聞節目 但這班農林助理員利用上班時間看球和賽馬 更加組成賭博小組 形容分不到這裏是辦公室還是馬會 那個員工又透露 有人曾經向上級投訴 但最後不了了之 更加令賭博小組變本加厲 直到記者介入查詢後 辦公室電視機才移走 有議員批評公職人員在上班時間做私人事已經不恰當 聚賭更加不能接受 如果涉及有上級接獲投訴而不處理 即是代表有人失職 食環署回應說 會調查及跟進相關事件 已經即時展開調查 會繼續密切監察員工的行為表現 如果發現員工有違規行為 會按既定程序處理 餘護署就說對事件無補充 東網記者 中由美報導 並保佑 中由美報導 雙方 直到美報導 正面 可以 我們很喜歡 雙方 不甘 不甘 我們 不甘